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罗斯当局声称 二日晚击落了两架侵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无人机 指责乌克兰试图刺杀普京总统 社交媒体上盛传的视频画面显示 一个飞行物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飞行 随后看到它爆炸后散发出的烟雾 克里姆林宫声称 两架无人机以克里姆林宫为攻击目标 但由于俄军和特群部队使用电子战系统 及时采取行动 使无人机失效 我们将这一行动视为有计划的恐怖主义行径 而且发生在5月9日莫斯科红场胜利日阅兵的前夕 我们将对此保留报复的权利 路透社表示 俄罗斯有可能利用这一事件作为借口 让乌克兰战争进一步升级 乌克兰否认使用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在推特上表示 肯定没有乌克兰的无人机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飞行 可以预见 俄罗斯显然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恐怖袭击 他认为 这类事件同俄国境内的反战势力有关 近几个月来 俄罗斯境内涉及无人机的事件越来越多 目标是军事基地或能源基础设施 莫斯科指责基辅是这些袭击的幕后黑手 但乌克兰当局没有声称对此负责 目前 乌克兰正在准备春季大反攻 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 北约国家的军事援助源源不断地越过边境流向乌克兰 目前 北约的盟友和伙伴又向乌克兰提供了230辆作战坦克 和1550辆装甲车 可以装备9个新的装甲旅 北约所承诺的军事援助98%已经交付了乌克兰 据法新社说 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30日和泽连斯基通话 再次承诺会向乌克兰提供所需的一切必要援助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泽连斯基5月1日通了话 宣布两国将继续实施长期合作计划 今年4月中旬乌太华向基辅承诺的8辆鲍2坦克以运抵波兰 这些55吨重的坦克是加拿大武器库的关键组成部分 也是最先进的设备之一 俄军目前已轻占乌克兰超过6分之一的领土 但在开战14个月里损失惨重 俄军不仅从去年7月以来就再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收获 还被迫从哈尔科夫 赫尔松等此前占领的乌克兰大城市撤退 虽然俄罗斯在巴赫木特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以非常可怕的代价取得的 根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 在过去5个月中 俄罗斯军队在乌东巴赫木特地区的战斗中 遭受了10万人上网的损失 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 这个10万人的数字 其中有2万多人死亡 其中一半来自瓦格纳顾云军组织 南非今年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 8月将举办年度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此前南非驻中国大使谢盛文声称 普京已获邀出席 对普京来说 出席金砖峰会将是他的重大外交成果 然而南非是罗马规约的签约国 国际刑事法庭已对普京下达了涉嫌战犯的通缉令 按照法律规定 倘若普京前往南非出席峰会 就应该遭到逮捕 南非总统拉玛佛沙成立了一个特别政府委员会 经过讨论得出的结论 如果普京踏上南非土地 南非别无选择只能逮捕他 南非当局已私下劝阻普京出席峰会 改以视讯参加 近日一位女士哭诉的视频在网络热传 她和她的老公因失业还不起贷款 不得不降价卖房 女子在视频中哭诉说 她和她的老公每个人工资一万五 两人加起来有三万块钱 但日子过得并不开心 去年突然想结婚 他们夫妻俩买了一套280万的房子 向父母和亲戚借了一百万付首付 月供一万两千七百元 二十年还款期限 装修花了三十万 但不幸的是 今年经济不景气 她不久就失业了 只卡老公一万五千块钱的工资 每天只能吃稀饭 不敢买衣服 不敢买水果 不敢买零食 更不幸的是 不久她老公的公司倒闭了 她老公也失业了 他们只能选择卖房 但是现在的行情 房子根本卖不出去 只能不断的降价 最终以230万元的价格卖出 她说 现在不但房子没了 首付款也没了 装修款也搭进去了 我们夫妻为房子投资了一切 除了打工还单款 别的啥都不敢想了 到现在还没缓过来 明明啥都没干 仅仅是因为两个人失业 就变得人才两空 欠下了一屁股债 上述视频上传到推特 仅一天的时间 观看了就超过55万 转发量超过700 点赞超过2000 近日大陆经济专家刘玉辉 在出席一个经济论坛时警告 中国眼下的经济形势 用一句话来讲 就是通俗开始了 经济已落入衰退 主要表现是整个家庭都没钱了 六个荷包全瘪下去了 按央行统计 现在7亿人负债 如果剔除了小孩子和老年人 接近全民负债 六个荷包都空了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对年轻夫妇 买了一套房子 这两个人加上各自的父母 用六个人的存款买一套房 这样就等于整个家庭的资金 全都投入到房地产上来了 他们的荷包都空了 哪还能消费呢 近日不断有消息传出 上海 北京 杭州 广州等地 出现染疫者 医院再次出现 阳性患者扎蹲的情况 阳了等话题 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榜首 有网友说 昨天刚中招 嗓子痛 头痛 口罩戴得好好的 还是被传染了 五一长假出外旅游超级火爆 很多网友都说 旅游回来后发现自己阳了 有一阳的 有二阳的 还有多次阳的 有的网友说 旅游回来就有了咳嗽 咽痛 头痛的症状 跟第一次阳的前兆 是一模一样的 真吓人 诸州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表示 这些天 上海 广州 一些朋友都二阳了 加上现在 XBB1.16新毒株输入中国 这个毒株感染了 还可能会导致新的症状 可能会出现红眼病 虎眼病也叫结膜炎 在宣布抗击新冠疫情取得胜利后 中共政府试图塑造国人对这场疫情的记忆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查阅发现 中国30多个省市或区 通常每季度发布一次尸体火化数量的官方报告 要么消失了 要么没有按时更新 有一个城市甚至抹除了2020年初以来的相关记录 北京当局4月初出版的习近平著作选读 简称习选 谈到有关接班人的问题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 从4月3日起 习选第一卷第二卷在大陆发行 习选收录了习近平在2012年11月至2022年10月的报告 讲话等 共146篇 在习选第二卷中 习近平表示 在挑选培养年轻官员时 第一条就是教育他们对党忠诚 坚决防止政治上的两面人 优秀年轻干部不能搞成特殊群体 不能像储君一样 共在那里坐等着提拔 习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上台后 胡春华 孙政才 陈敏尔 曾被外界称为储君或接班人 但他们的仕途令外界大跌眼镜 其中最惨的是前重庆市委书记 孙政才在召开19大前夕 被习近平斩落马下 中共二十大高层洗牌 一度被视为储君的胡春华 不仅没有晋升为政治局常委 甚至没有留任中共政治局委员 胡春华团派色彩浓厚 升迁之路与共青团密不可分 曾被认为是胡锦涛隔代培养的接班人 中共十九大师 他就是进入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 但在孙政才落马后 胡春华变得低调 最后仍作为政治局委员 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今年三月 中共两会结束后 胡春华正式出任全国政协党组副书记 这也意味着 尚未到退休年龄的胡春华 提前退去二线 除了胡春华 另一位被视为习近平热门接班人选的 陈敏尔也意外没有入场 而且新一届政治局中没有出现明显的习近平接班人 时事评论员李林依表示 陈敏尔的资历并不比蔡奇丁薛祥差 他之所以没有入场 其实习近平有他的算计 习考虑的并不只是他的第三个任期 现在已开始准备其后的连任 所以在接班人问题上 他不想给中共挖出他想要退休的信号 体现在二十大上 就是你在高层找不出明显的习近平的接班人选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看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点赞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